筛选 我想要介绍一下筛选这个很棒的功能 筛选 像我现在是2015跟2016年的比较 其实筛选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编辑筛选器 我们手动可以去做调整 例如说我要分析2013年跟2014年 我这样就调整 确定 请问 这样筛选调我想还蛮简单 因为你就直接用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来去控制这个筛选器 是不是可以看到样子的结果 这个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你就去想 2013年是蓝色 它在下面都不会叫 对不对 那如果它在上面像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嗶嗶叫 到这个地方还在叫 只是可能是黄色 到这个地方可能就差异比较高 像这地方就不会叫 对不对 像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开始一直嗶嗶叫 至少要叫到这个 这个附近 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开始叫 就是当我们要去做一个比照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方式 但是筛选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显示筛选器 当我们资料不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2013 2014 有时候可能我要看2014跟2015 对不对 2014跟2015 它的一个同期比照的情形 甚至看2016 这样子的选举是不是要简单多了 而且你这边的设定跟后面的仪表板有很直接的关系 好 那以上就是一个就是说 直接可以去显示这个筛选器 然后变成手动的选取的方式 好 所以简单的操作一下 让我们去了解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把筛选器 放来右上角这边 来当做是一个简易的操作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叫出我们的一个筛选器 有点 。 可以